民營黨立委高架瑜尋求連任 但因為激進黨無心帶參選 可能導致綠營分裂 近期民調落後 給國民黨要參選立委的李彥秀 高架瑜近期也即將辦個人演唱會 在現場堆堆堆 希望民調也能激起直追 來聽下他的稍早訪問 我們會有很多神秘嘉賓 因為民營還在最後確認 也有很多的小驚喜或是彩蛋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讓大家耳目一醒 李彥秀議員把毛小孩變成軍權的言論 是不是受到郭董的感召 把毛小孩也跟國防畫上等號 我想這樣子類比真的是不倫不類 根據最新公布的內湖南港區立委民調 尋求連任的高架瑜 只有27%的支持 落後給李彥秀的44% 而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台灣激進黨無心帶參選 讓綠營支持者分裂 而高架瑜也表示 內湖南港傳統就是 稍微藍大於綠的地方 綠營分裂只會保送國民黨 他也再次重申 願意用民調的方式來和對手整合 而同時也喊出賴清德一票 高架瑜一票 希望爭取更多支持者認同